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豪门坠绪,太憋屈 不但遭到岳父一家属落 还没日没夜在厨房忙碌 离婚都要心惊胆战 生怕妻子打死自己 想到这里,贤佑把想要离婚的话语吞下 谁知多事的姐姐掺和进来 给妻子发剧,劝说夫妻俩不要离婚的信息 贤佑急忙冲过去阻止妻子查看姐姐的短信 两人近距离接触 寒人一时间意乱情迷主动吻上贤佑 贤佑不知所措,低头看到地上的手机 因没电自动关机,这才放下心来 活到家,贤佑鬼鬼祟祟想要拿到手机 眼看妻子快要进屋 贤佑趁海人洗澡偷偷溜入房间 心惊肉跳的输入密码 尝试多次最终输入1031打开了手机 她刚删除短信,海人就从浴室出来 贤佑只好谎称自己睡不着想来看看妻子 海人秒边恋爱闹 以为丈夫因为刚才的吻无法入眠 一脸娇羞地邀请贤佑一起来聊天 贤佑吓得躲到一旁寻找脱身的理由 称妻子喝完酒肯定很累,需要休息 手腕灰溜溜地离开 回到房间贤佑平复好心情 回忆起海人的手机密码1031,免路悲伤 当初海人怀孕,孩子的预产期就是10月31日 夫妻俩满怀期待,等着宝宝的到来 还特意准备温馨的星空顶送给宝宝 贤佑关上灯,看着墙上遗留下来的最后一颗星星 眼眶湿润 清晨,贤佑看到海人喝着橙汁醒酒 粗意大发,非要为妻子跑杯热茶 花音刚落,海人栖身向前 贤佑顿时面红耳赤 嘟起嘴巴,期待海人的稳落下 谁承想,对方只是帮他整理衣服 妻子暧昧地撩拨,让贤佑心跳加速 还未平复心情,又看到海人一袭精致黑色礼服 向他款款走来 贤佑被迷得直咽口水 似乎再次有了恋爱的感觉 在听到妻子夸赞他穿西装帅气时 会兴奋地哼着小曲,脚上踩着小碎步 到了公司,贤佑偷看开会的妻子 见对方露出笑容 贤佑也不自觉地笑起来 没累,没不错 更夸张的是,贤佑看到妻子走扶梯 差点跌倒时,不顾形象大喊着小心 未防海人发现,急忙躲藏起来 随后还买了一双舒适的运动鞋送给妻子 海人语气冷淡地让他留下鞋子 转头贤佑看到妻子一脸傲娇地穿着鞋子巡视百货公司 他还没高兴太久 就看到阴盛来到海人面前帮他整理头发的画面 贤佑内心粗意翻涌 当晚便约着老同学喝酒缓解郁闷的心情 邪佑嘴上说着一点也不介意 因生与妻子的暧昧 自己并不喜欢妻子,又和谈嫉妒 可手却很诚实地一直烤着生菜 海人不了解丈夫复杂的心情 今晚他穿着运动鞋来见海乐琴娜的会长 商谈入住事宜 一路上海人都在抱怨 闲又烦人,强制要求他穿运动鞋 到达酒店,阴盛告诉海人 一会儿要故意在会长面前提到沙拉的名字来威胁会长 沙拉是会长的情人 一旦会长暴躁的律师妻子知道此事 会长将损失惨重 海人听从阴盛的话对会长一通威胁 终于成功拿下海乐琴娜 不但如此,另一桩好消息又接踵而至 海人特意喊贤又赶快回家 两人一起分享这个幸福时刻 老同学看到短信以为海人要更改遗嘱 乐呵呵地抱住贤又恭喜他活得成功 贤又一脸兴奋地回到家 打开妻子递来的文件 却发现里面并不是遗嘱 而是欧洲癌症中心寄来的研究报告 报告表明海人的病可以得到医治 但成功率只有51% 贤又悲催地看着笑得开心无比的妻子 使劲挤出一丝笑容 她想到妻子一旦治疗成功 又会经历之前地狱般的坠绪生活 被岳父一家数落 没日没夜准备祭祀食物 贤又实在难以忍受 可以想到向妻子提出离婚的画面 她打了个寒颤 贤又就这样在惊恐中说了一夜 刚起床又看到阴盛 来到自己家与妻子商谈入住事宜 贤又故意在对方面前去问爱 阴盛也不是好惹她 由于无意提到 海人总会在自己面前哭诉着很累 并声称只有自己能帮助她 为了品牌入住的是 她可是要一直黏在海人身边呢 贤又被气得不行来找妻子发火 威胁对方无许让任何男人碰她头发 海人没有理会 可在转身的一刻 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 愤怒的贤又秒变促惊 在院外紧盯着正谈事情的阴盛和妻子 看见阴盛笑就莫名来气 阴盛也不是好惹她 直接关上窗帘 贤又正烦躁时 小舅子又来火上浇油 听说阴盛前来 急忙火急火了的来找对方谈生意 眼看贤又碍事 直接把门关上 忙碌了一天 海人回到家身体略感不适 一进门 母亲坐在客厅 开门见山 把海人批评一顿 她听信了外面的风言风语 不满海人 故意给弟弟使绊子 只为争夺继承权 大骂海人是个自私自利 坏到骨子里的女人 海人身体抱恙 向旁边倒去 被及时赶来的贤又接住 贤又向育母道歉 希望长辈先行离开 海人需要回房休息 贤又心疼妻子 不希望再发生今天这种事 提议海人将病情告诉家人们 贤又误以为 妻子是怕钱和公司 被家人抢走 才处处防备 实际上 海人是不想吓到父母 父母曾亲手送走过一个孩子 海人不希望父母再次经历这种痛苦 海人有信心能康复 他不喜欢被周围人 当成病人的感觉 听了海人的po白 贤又不再多说 次日海人来到百货公司视察 正巧看到一位客人刁难贵姐 还不满地打碎产品 要对贵姐动粗 海人认出贵姐 就是她的母亲患上了癌症 海人上前拦住 想要动粗的客人 维护着自己的员工 还要告二人妨碍营业 向他们索取赔偿 客人一听要赔钱 瞬间不再嚣张 被保安送去了警局 刚摆平完闹事的客人 海人收到了贤又姐姐 也就是大姑子短信 贤又的父亲参加了里长竞选 竞争者善于收买人心 父亲落了下风 大姑子邀请海人前来帮父亲拉票 海人看了信心 二话不说 赶来村里 只见几辆豪华轿车和货车 停在了拉票现场的空地上 海人来到众人面前 不仅当众喊着公公 让贤又父亲挣足了脸面 还提出要请全村的人吃饭 海人带来了大厨和上好的食材 在空地上搭起了棚子 作为临时餐厅 还为每位村民准备了礼物 村民们再歌再舞 玩得开心极了 母亲见海人独自前来 被儿子打去电话 贤又这才知道 妻子独自回了村里 海人在贤又家逗留 来到丈夫的房间 看着贤又学生时代的照片 海人从抽屉里翻出一个MP3 这个MP3与夫妻俩还有些渊源 当年贤又转学到舒尔的高中 第一天来学校 他正好碰到海人 海人准备去往美国 今天是他最后一次来学校 海人在同学间不讨喜 他戴上耳机 离开时不小心摔倒在地 贤又帮他简单处理了伤口 海人的眼泪不争气地滑落 意识到出了丑 他起身快速离开 不小心把MP3留在了原地 被贤又捡起保存至今 海人戴上耳机 坐在房间门口听音乐 正好是他喜欢的曲子 小池子来与海人搭话 婚后海人几乎没回过村里 得知海人就是有钱的婶婶 十次变得恭敬 想乘坐他的好车 海人答应下来送孩子到车上 车刚开走 海人感觉身体不适 MP3掉落在地 一转眼海人站在泥泞的地上 衣服上满是污渍 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海人无力地蹲在地上 他又失去了部分记忆 海人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只能漫无目的地往前走 直到夜幕降临 被来到村里正在四处寻找他的贤又发现 白天时听闻海人到来 贤又也回家一趟 他便寻不见海人 捡到了掉落在地的MP3 着急的他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 见到丈夫 海人一脸委屈 贤又因为担心 大声吼了海人几句 海人嘴硬 谎称自己 再散步 再次强调 不希望贤又 把自己当成病人 闻言 贤又转身离开 看着丈夫的背影 海人的心柔软下来 内心如突然亮起的路灯般 变得明亮 他看着贤又浑身湿透 想并为了找他四处奔走 海人坦白 自己失去了记忆 回过神来时 已经浑身脏兮兮地 站在了陌生的地方 看着漆黑的四周 他真的很害怕 坚强的海人 第一次在丈夫面前 展露脆弱的一面 看着双眼红彤彤的海人 贤又快步走到对方面前 抱住了妻子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